钢的熔点大约是在1500摄氏度左右 无最耐热的金属单质 其熔点也不过才3000摄氏度多一点 而火箭发动机从尾部喷嘴里面喷出来的燃气温度 轻轻松松就能够超过3000摄氏度 那么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火箭发动机没有把自己的喷嘴给烧化掉呢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答案很简单 要是它就这么干烧的话 任它是什么材料都是扛不住的 但是如果把用纸做的碗里面装上了水的话 就算是把水都烧开了 纸也是烧不穿的 同样的道理 火箭发动机的喷嘴里面 当然还包括它的燃烧室里面 也是需要装上一些能够帮助它吸热的材料的 具体方法大概有以下几种 再生冷却 屏蔽冷却和膜冷却 蒸腾冷却 烧石冷却和辐射冷却 下面我们就一一介绍一下 再生冷却是大推力液体火箭发动机 采用的主要冷却方法 它其实是有点物尽其用的意思 怎么说呢 因为液体火箭所用的燃料一般都是液氢 液体甲烷没有液氧之类 没有咱就不说了 另外几样东西你要保证它是液态温度 必须要降到非常低才行 比如最夸张的是液氢 其温度低至零下252.7摄氏度 要是能用它来帮喷嘴降温 不是很妙吗 所以再生冷却就是这么干的 在把这些低温液体燃料注入到燃烧室之前 先让它们围着喷嘴走一圈 不仅能够带走喷嘴里面的热量 同时还能够让它们在进入燃烧室之前 预深温了一把 于是这些带走的热量也就完全没有浪费掉 而是重新又回到了燃烧室里面 就像是白捡来的一样 正是因为在这个循环当中没有热量的浪费 所以这种方式才叫做再生冷却了 那么这些由燃料兼职的冷却剂 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去到喷嘴里面都圈圈的呢 主流的结构有管束式结构 洗槽式结构和波纹板结构 管束式结构 其典型的代表是土星5号上面的F1发动机 它将铜管裂个合金或是不锈钢的导管 按轴线方向或是螺旋式的埋进喷嘴的内外壁之间 就像是夹心饼干中的夹成那样十分美味 不不是十分有效 当然管子的形状也是有讲究的 研究表明像图中这样纵横笔小的举行管子 是兼具了刚性成本重量的最佳方案 所以用的也是最多的 再说洗槽式结构 当燃烧室内的压力比较高的时候 为了增加结构的刚度和改善热效率 洗槽式结构就登场了 它会在燃烧室的内壁外表面 用竖控锡加工出很多像这样的 并白的冷却槽道 让燃料流过它们来为燃烧室降温 其中的代表是航天飞机的主发动机 它采用的是混搭式的再生冷却通道 前段也就是燃烧室和喉咙部分 采用的是洗槽式 喷嘴的部分则是将1086根矩形导管 焊在一起制成的 它的效果有多好呢 据说发动机点火之后 尽管内壁的温度接近3000摄氏度 但外壁的温度却可以低到 用手去触摸 而且最好是要戴上手套 不然说不定会被冻伤的 冰火两重天 这个是不是就是最好的诠释了呢 好 最后一个再生式冷却通道的结构 波纹版结构 这个咱们熟悉 不就是从瓦伦纸那边借鉴的吗 我昨天刚拆了5个包裹 认真仔细严谨的学习了一下 这种了不起的航天科技 当然它有个问题 就是有一半的冷却机 不能与内壁接触 所以冷却效果来的还不如缓冲效果好 难怪我没有找到它的课代表了 好了 以上就是再生冷却的详细解释 下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冷却方式 屏蔽冷却和磨冷却 严格来讲 它们应该是两种不同的冷却方式 但原理上差不了太多 所以我就干脆把它俩放一起了 它们都是通过将冷却机 跟前面一种方式一样 通常也都是由燃料穿上马甲皱充当的临时工 直接喷向内壁 从而在内壁附近形成一层薄薄的液膜 或者是低温蒸汽膜 来隔绝高温燃气 传向内壁的温度的 只不过前者是用推力式头部喷住器 最外圈的喷嘴来喷的 而后则是由贴着内壁的 专门的冷却袋来喷的 总之两则的效果都不错 而且好处是还能把喷嘴的外观 做得亮闪闪滑溜溜的 比如猎鹰9号上面那些 梅林1D发动机了 好 蒸腾式冷却 它是一种非常有前景的 主动式散热方式 冷却机通过内嵌在燃烧室 和喷嘴内壁的多孔材料 渗入到推力式的内表面上 吸收热量蒸发 并形成低温的蒸汽膜 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是双重保护呢 蒸汽膜是一种 多孔材料本身应该也算是一种吧 所以把它装在像是火箭发动机 温度最高 压力最高 热流密度最高的喉咙部位时 可以收获到比其他技术 效率更高的冷却效果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看 什么是烧室冷却 说白了 就是把采用烧室材料制成的内衬 镶嵌到喷嘴的内壁上 这些烧室材料通常是由 碳纤维 凯夫拉等材料制成的 在工作时可以吸收热量 并分解生成气体 这些气体在生出后 于是就可以在内壁面上 形成一个具有保护作用的边界层了 凯夫拉果然是劳魔 不仅保护人体 还能保护火箭 值得钦佩 不过缺点 就跟你穿上防弹衣 会拉低运动分一样 这种烧室冷却 由于要给火箭发动机 也穿上一层衣服 当然也会拉低它的成绩 但它便宜简单 没有前面那几个复杂的结构 用在原本就不太讲究的 固体发动机上 那是极好的 好了 终于说到最后一个 辐射冷却了 这种冷却方式 一个词就能够中间 硬扛 是的 它啥也不用 推力式就只是一层薄薄的金属制成 当然这些金属是比较特殊的 是泥衣 莱合金等耐高温的金属 方法是这样的 燃气向内壁传热 使得推力式的势壁温度升高 同时湿壁向外界环境中辐射的热量也在增加 最终室温达到热平衡 臂温达到稳定值 这个时候的湿壁通常是发红或者发白的 这种方式 通常是用在热通量弊度较小的部件 如大膨胀笔的喷管的扩张段 小推力单组员发动机的推力式等等 烈鹰9号2级上的梅林一D发动机 采用的就是这种辐射冷却 喷嘴只有一层薄薄的尼合金 甚至拿剪刀就能够帮它重新修剪出个形状来了 我已经跃跃欲试了 好了 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让你有所收获 我是火箭术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 好了 最后我再补充一句 其实在每一台火箭发动机里面 都不太可能只使用单一的冷却方式 工程师们会根据情况根据条件 来选择使用以上的各种冷却方式的一些组合 以便达到成本和效果之间的最佳平衡 这是珠海航站上面的空警500预警机 只有当你真的走到它的下面 才会意识到它有多么的庞大 尤其是那个直径达到了8米的圆盘状雷达 但是这也不免让我想到了几个问题 就是这盘子里面的结构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为什么它在美国的衣衫上要转 而在我们的头顶上却不转呢 另外你看这个盘子下面的机身也是挺粗的 当它飞到高空这么往下一罩 不是很大部分的雷达波都被机身给挡住了吗 那岂不会有很大的盲区 该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最后我仔仔细细的找了半天 都没有在它身上看到任何的武器 所以上了战场 它就真的不怕被敌人给偷袭吗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先说那个大圆盘 其实它只不过是一个装雷达的罩子而已 之所以做的圆鼓鼓的是为了尽可能的 不影响飞机的气动性能 在它的里面才是雷达的真身呢 下面是一些把E3上面的罩子 给抛开来之后的样子 你看其实雷达天线就只是这正中间的 最大的一个截面而已 它将圆盘一分为二 一边应该是藏满了各种的电子元器件 而另一边则空空如也 就是一个对风阻更加友好的空壳子嘛 如果不考虑气动外观的话 它完全可以做成这个样子 由于只是个普通的多普勒雷达 所以就必须要旋转起来 才能实施360度的扫描了 在E3上呢 它大约每10秒钟才能够扫描一圈 而确定一个目标则需要扫描3到5圈 最快用时半分钟左右 虽然不算慢 但到了现在呢 也的确谈不上快了 好 这是美国的E3上面的大圆盘 我们的圆盘里面呢 不好意思了 就找不到抛开来的图片了 但从资料里面 我们就可以知道 装的是以等边三角形排列的三片 相控枕雷达 关于相控枕雷达是怎么工作的 我以前做过专门的视频 如果没有看过的朋友呢 可以一步过去看看 总之它的好处就是 不用再机械的旋转了 就可以采用相位扫描的方式呢 覆盖满自己面前的这一整片区域 所以三片叠在一起 360度扫描 毫无压力 不转的大圆盘呢 从结构可靠度来讲 应该会更有优势的 另外空井500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在它的机身上方和腹部呢 都有很多的小鳍片 就像这些一样 它们应该是用来作为数据链和信息站的各种天线了 实在有点太多了 对比一下 E3 E7 E8上面好像都没有它的多 可见空井500的集成度确实比较高 可以完成空中预警 指挥指引电子侦察和情报收集等等多种多样的任务 好了 该说到第二个问题了 人们之所以要将雷达放上天空呢 为的就是要克服地球的弧度嘛 能够看得更圆 所以呢 它很多时候都是在往下面看 但是 雷达下面的巨大机身不就是个障碍了吗 它难道不会挡住一些雷达波吗 实际上会的 但是影响不大 首先啊 预警机上面的雷达发射的都是波长较长的电波 至少也是米级的 所以它们是能够比较容易的绕过预警机的机身的 其次呢 由于雷达天线和机身之间的距离一定啊 再加上机身的形状材料也都是确定不变的 所以呢 就能够通过一些特殊的算法 将机身上这部分反射回来的雷达波给自动过滤掉了 等于在头顶上那面天线的眼镜里面 机身就是个透明人 这么说呢 有点伤机身的心啊 但确实就是如此的 不过我倒想到了另外一样东西 你说为什么雷达罩它不会遮住雷达信号呢 原来啊 它是从材料上入手的 一般用的都是玻璃纤维等透波信号 强度高且重量也很轻的复合材料制成的 所以不会遮挡雷达信号嘛 你看这张图啊 这个圆壶呢 就是翼山上面的雷达罩被抛开之后的样子 是一个双层蜂窝状的结构能够做到既轻又强 别小看它啊 把它做好非常困难 当年我们在研制空间两件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个蓝路湖 因为作为飞机气动外形的一个结构件 它要强到不能够发生一点变形 否则就会影响到里面雷达波数的精度了 所以在模拟计算之后呢 我们就采用了一种灌入素质的蜂窝状复合材料 再加压固化的方案 但想要把它做大呢 却非常困难 它不仅模具要够大 用来加压固化的高温热压罐也必须要够大才行啊 于是我们又硬生生的攻克难关 制造出了一个亚洲最大的热压罐 才成功搞定了这个玩意儿 既然都讲到这儿了啊 那就再补充一个有趣的事实吧 你会担心在飞机头上顶着这么大一个玩意儿 会影响到飞机的飞行吗 实际上呢 不会啊 因为它的气动外形正好提供了足够的胜利 来抵消了其自身的重量 从而较好的使飞机保持了平衡 不过还是需要付出一些代价的 那就是你得把它当成是一架客机来飞 像这样的机动动作就不要想了啊 所以我们就进入到最后一个问题 它不怕被偷袭吗 考虑到预警机雷达的探测范围 大过了大多数对空导弹的射程 所以遇到想要袭击它的敌机啊 它大概会这么做 一是招呼上更多己方的飞机 先去问候一下对方 二是呢 即便对方已经发射了导弹 而且导弹射程还够远呢 也能够在它到达的好几分钟前就探测到 所以足够测出一段距离 来让敌人的导弹跑出射程功亏一篑 三是啊 别忘了啊 预警机也是一个强悍的电子战武器嘛 是可以压制性的干扰敌方战斗机的雷达的 太担心被案件锁伤啊 只是需要稍微提防一下隐形战斗机罢了 因为它们的雷达截面非常的小 是有可能被预警机上的雷达给漏掉的 那么隐形战斗机就真的会对预警机造成实质性的威胁吗 还是不容易啊 因为有数据链嘛 微星空中和地面上的每一个单元都能够提供并共享各类数据 而预警机呢 恰恰又是其中数据融合的佼佼者 难怕它自己看不到也能通过别人的眼睛来看到 终究还是占据了主打 难怪会被称为空中力量的倍增器了 好了 这就是预警机 这次呢 我不仅由数码相机记录了它 还拿黑白胶卷拍了几张 改天亲手冲出来 看看藏在银眼里面的空景500 又会呈现出什么样子 你们期待吗 我是火箭叔 关注我 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